陳時中解釋說他是高規格 那他怎麼高規格 其實在這陣子期間 陳時中曾經有感冒好幾次 他照樣舉行記者會 記者還懷疑說你是不是確診 陳時中說沒有 那感冒會不會傳染 感冒其實也會傳染 那他也無所謂 陳時中這次不願意 出來主持記者會願意上班 其實他的理由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幾天 大家都在燒吳秀梅 對 所以陳時中不願意上班 不願意記者會是因為 那吳秀梅抖了五六天 後來因為蘇貞昌幫他背書 說你們不要那個混淆重點 要觀點下台是混淆重點 你們要去追究廠商 所以吳秀梅就現身了 浮出水面 吳秀梅出來以後 大家覺得你講的根本不夠 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問題更多 因為現在是陳時中 決不決定要出來參選 台北市長的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 因為民進黨企業 企業就要開全財會 他已經準備要出場 現在六月底了 那幾乎所有的 每個地方都已經宣布了 他責任比吳秀梅更大 因為他是政務官 而且陳時中 這些年把自己包裝得這麼好 那這一題他其實 我覺得他根本完全沒辦法回答 沒辦法答 因為這個從頭就是包庇 包庇到立營的立委 都看不下去要求說 吳秀梅你不要再胡說八道 你給我下台 他都已經這樣了 那陳時中我覺得 他現在變很難包 包庇下去的話 他整個已經很受影響的民調 又會往下跌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數的 那再來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